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蓝图 他的时间不错 各位观众好 我是梁燕成 我是研究中国哲学的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探讨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 跟基督教有什么的关系呢 我经过几十年的思考 我一直就想 基督教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中国人的心灵 来把它融化 来把它消化 让基督的信仰不只是一个西方的东西 而同时是一个中国的 中国思维里面表达的东西 所以今天我们就开始探讨 可不可以把卢道佛这种的人生的哲学跟经界 跟基督教 可以放在一个人生哲学的体系里面来理解呢 那我在二十多年前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写过一本书 叫《慧敬神游》 那时候事实上我在思考 中国文化和哲学很多伟大的经界 那些伟大的经界 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中国哲学经验 而一步一步让人可以领悟到 有关基督教所讲的道理 还是基督教是另外不同的西方的东西呢 那么那本书就是做最初的探讨 那么事实上多年来 我在哲学上都做这一方面的思考 那么我最近就把这个写成一个哲学系统 叫《中国哲学的重构》 那通过这本书 我现在中国大陆出版 叫《后现代中国哲学的重构》 就很快就在大陆卖关了 然后台湾现在又出版 这是讨论如何可以把中国哲学 来回应一个后现代的社会 而同时又在这个中国哲学的 新的架构里面 基督教是放在什么地方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想 中国思维跟西方的思维 有一个基本的不同的方向 中国思维的方向呢 最关键就是从生活的世界 开始到了反省 所以中国人讲的真理观呢 基本上是在具体生活里面 要慢慢通过实践而领悟出来的 而西方文化呢 西方的思维呢 你发现有非常不同的地方 就是西方是从逻辑来思考 以理性来思考 所以他的思维是非常重视一种 比如抽象的真理观 真理是通过抽象的推论跟认证 里面来理解的 那么这种的道理好像听到很高深 实际上也不一定 很简单 我们从吃饭里面我们就看到 中国人吃饭跟西方人吃饭 你发现有非常不同的表现 中国人吃饭呢 就是首先他非常重视一种和谐的关系 所以他用的盘子是圆的 他的那个碗也是圆的 那还有个圆盘在转 那么还要拿筷子 筷子是代表一种的力度的平衡 而西方人吃饭呢 第一他就不是一个圆的盘子 而是每个人一人一盘 然后呢他拿刀叉 刀叉来切呢 跟用筷子基本上是有不同的思考在里面 刀叉是分析性的 什么都要搞清楚把它切开 而且刀叉呢 也有可以攻击人的作用 那中文很奇怪 刀不会拿到台面上 刀都是在厨房先切好 然后呢吃的时候不用刀的 所以我也可以说了 如果用刀来砍人 捅人刺人呢 中文呢是在背后的 因为他不会当面的 西方呢明刀明餐放在这里 然后中文这种的筷子呢 是平衡的 所以筷子是不能作为攻击的作用 它只是平衡 所以中文思维比较重视平衡 然后他吃的时候也是一盘一盘菜 大家共同来吃同一盘菜 而西方呢就每一盘都分得清清楚楚 它是个人主义的 非常重视个人的选择 中国人很喜欢分 分来吃 在一个具体生活里面 我们很重视人与人的关系 所以吃饭呢是建立关系的 西方呢 吃饭不一定是重要的 建立关系的方法 他处理问题不是靠吃饭 他在开会的时候来处理 就是很清楚搞清楚 而中国呢通常在吃饭的时候 把问题先解决了 然后开会很快地通过了 那么这就是当时东西文化里发现 中国中是和谐的 西方是中西分析性的 和谐跟分析 中国人从关系来建立一种对他人的理解 西方通过分析的理性来理解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所以中国人讲的真理关系很奇特 从生活里面 我们要生活里面领悟出来 这个领悟性的真理 是从人生里面慢慢体悟的 那么这种领悟真理 好像我们讲到孝顺 这个道理呢 孝 事实上你不能通过逻辑来证明 人应该是孝 孝这种这样的一个命题 没办法用逻辑来推论 来认证 作为一个真理来认证 但是孝这种的这个命题呢 如果不把它看成命题 而是生活里面的体验 我们发现原来当我们年纪大了 我们开始就发现爸爸妈妈老了 他那么多年了 艰苦来养大我 教养我 不然之间你对他有一种感情 你觉得要回报他 这种的经验是慢慢体悟出来的 然后有一天爸爸妈妈死了 夫人之间又发现 原来我在他在生的时候 还没有对他很好 常常怀念他 我应该对他更好一点 这种想法呢 就是孝的体悟 这种体悟呢 我们发现原来这个是真理 是个具体的真理 但是我们不能通过理性来证明 不过可以通过生活的实践 来慢慢领悟 所谓体验 所谓领悟的真理呢 在中国文化来说 就可以说是一种 所谓境界形态的真理 境界形态的真理呢 那就是说呢 我们从生物里面看到一个境 那个境里面有某一种的 普遍的道理是具体的 那这种具体的普遍道理呢 我们发现 原来我忽然之间 通过实践里面领悟了 那么这种的具体的真理呢 我们呢 是可以马上呢 从生活里面发现 啊 真理呢 原来是如此 那么那个境就成为一个界 这个就是我领悟的范围 那就是界呢 境呢 就是你在你心灵跟现实交换的时候 有个境界出来 所以中国人很喜欢讲境界 这个境界是什么东西呢 在中国文化里面呢 就如到佛事上 有不同的一种领悟的 那么以佛教来说呢 我也可以说 这是人生最早可以有一种领悟 就是当我们在人生的生活里面 我们有一天就发现 一切都是在变化当中了 本来呢 我们只是生活 要生存 要工作 要成功 没有想什么了 但是过来的日子到开始年纪 大一点中年了等等 夫人先发现 为什么我度过那么的岁月 我度尽的岁月就好像一心的叹息 就好像人生就是过了 原来一切变化那么大 从前我是那么年轻的 现在变成样子越来越难看 而且将来会更难看 这就是变化了 而你们本来小小的 现在长大了 历史上也在变化了 过去我经过的是这样的历史 从前是张总统 然后后来到李登辉 后来到陈水平 好像一切都是在变化当中 从前是贫穷一点的台湾 后来是丰富的台湾 也在变化当中 那么我们到中国大陆也发现 中国大陆从前是共产党的 这种中国大陆 现在又好像变成 非常繁荣的资本主义的中国大陆 我发现一切都是变化当中 这种变的领悟 这是佛学非常重视讲的 所谓无常的道理 无常就是一切都在变化当中 由于一切都在变化 一切都在变化当中 此生彼生 此生彼生 此彼生 这个在佛教叫因缘 这个因缘奇妙的世界里面 没有一个东西是永远的 那就是空的意义 所以空不是普通文章 所谓一般的空 而是它是在 一切是在变化当中 所以没有东西是永远的 这可以说是一种空的体悟 佛学作为一种哲学是很吸引人 就是因为它能够展出 某一种人生真实的体验 但是我们看到西招摩尼 他有提出这样的一种人生境界 我们原来在他之前三百多年 在中东所罗门团 当他写了一个全道书的时候 也有一个类似的空的体验 所罗门团比西招摩尼还早 而且他是一个中东的霸主 那时候他的财宝跟权力 是非常大的 但是奇怪 当他一开始写 他的一个智慧的文件的时候 可以说是一个诗歌智慧书 这样一写出来的时候 一开始他就说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虚空 虚空呢 作为一个最有权力的军环 但是他就发现 原来人生就是虚空了 一切变化了 你在人生牢牢牢牢的 又有什么益处呢 他问又有什么益处 事实上就是问 那又有什么意义啊 他发现原来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只有地是永远产权 一代一代过去 从前我看爸爸妈妈是高大威门 但是慢慢他老了 死了 当我儿女们看我也是高大威门 但是可能有一天 当我变成老的时候 当我女儿来看我 女儿又会变成一个中年的妇人 然后拖着个孩子进来见我 慢慢他也会老 就是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只有地是永远产权 那么这个所罗门环就讲到世界就是一切都是在这样的循环循环的变化当中 没有东西是永远有永恒的意义的 那么这可以说是一种虚空的体会 是一种好像慢事无常变化 深深迷迷的经验 不过所罗门环就没有停在一起 就是领悟空了 所以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觉悟的意思 人生觉悟到一切无常就是这种智慧 所罗门环他就讲到一切是这个智慧能够觉悟这一切 但是他最后还讲 最后全道书玩的时候他说我讲这一切 所以对虚空的思考总意是教理敬畏神 怎么可以讲完虚空分之间讲到3D呢 原来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人只看了虚空 那只是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理的一面 但是当你看到一切虚空的时候 你发现你心灵就转上一个更超越更高的世界 这个不同的境界就是敬畏上帝的境界 所以人可以领悟虚空 但是他又可以从虚空里面超越出来 来看人生有没有其他的境界呢 人生其他境界是会真的有的 在中国的道家有个叫老子 还有中国有本《易经》 他们都提到人生不单是变化 而且也有不变的道理 那么譬如说《易经》 《易》的道理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变易 第二就是不易 第三就是简易 那么简易的意思是说它会用挂词来表达很复杂的事情 通过符号来表达 但是变易跟不易是它里面最主要对宇宙人生的描写 一切是变化了不变中有些不变的道理 不变的规律 什么叫不变的规律呢 那么我和太太结婚25年了 那么想起过去 我们年轻的时候 在大学 我在香港的中文大学 那里很浪漫 对着海的 而且会坐火车 坐火车那时候很慢的火车 开到九龙 遇到个漂亮的女孩子 可以聊天聊好久了 不信呢 现代化没办法 车就咚就到了 那没办法了 现在 不过那时候我记得 我当太太年轻的时候 我在火车站等她 她是女朋友 还是个秀女 她从火车下来 看到我在马路的对面 就很高兴地跑过来 风吹起她的头发 非常美丽 不过你发现人生是无产的 慢慢太太结婚以后 头发吹不起来了 因为她不会跑过来找你 她叫你过来洗盘子 慢慢太太也生了孩子 生孩子之后 婚楼会小一点 长话比较粗人 又要骂孩子 慢慢再过日子 她到那边叛了一点 或者讲话啰嗦一点 其实人生的无产 不过我跟太太说 我们结婚很长 原来我们都不再年轻了 孩子都大了 原来日子就这样度过 我们两个都变了 不再年轻 不再三重前 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不过你在我心中 还是当年那个 从火车站跑过来的 漂亮的女孩子 我说你上一朵美丽的白核花 现在你还是那一朵美丽的白核花 一切都在变 不过这个是不变的 这叫变中的不变 我对太太的感情 可以永远不变 虽然人间在变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变 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变的 古人观察宇宙的规律 非常奇怪 就是把一个种子丢在地上 它会长出来成为一些植物 那么它什么种子 就产生什么植物 那就是宇宙万有都有道 道就是那个规律 所以我们中国有个老子 就看到一切都有道 有规律 宇宙人生不只是变化无常 它也有永远不变的一些规律 跟道在哪里 那就是道家的领悟 那我们发现圣经原来 它就讲到太初有道 宇宙开始的时候 上帝通过它的语言 这个道这个字是神的话 这话成为宇宙的规律 为什么 当代的科学就发现 宇宙万有 后面是有一种information 一种顺势的存在 就是炼制力学发展到 它比较有理论的时候 就是一个著名的科学家 叫David Bohm 他就提出了 一切万有 后面还有个规律 是一个information 是顺势的 现在科学发现 圣经讲的是对 万有后面有个顺势的安排 这是它的规律 上帝的讲话 道就是原文是logos 上帝的讲话 成为万有的规律 那么事实上圣经 我们发现 基督教 他就看到万有 的确有伟大的规律 因为他是上帝所造的 那么我们中国的老子 一经也发现有个伟大的规律在哪里 这个规律还是在未有万有之前 已经开始存在了 所以有物混成 现天地生 那个就是那个道 在天地之前已经有这个道 它是独立而不改 它是独立的 不会改变的 而且它要推动万物 在万物里面 它运作 它又不会疲倦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人 看到宇宙的规律 但是宇宙不单有规律 我们发现 宇宙里面还有一种生长的道理 但我看万物的生命 非常奇特 就是因为万物的生命里面 万物你发现 都会长大的 生命就是会长大 而且它最后还会死亡 在死之前 它会长出它的后一代 然后让那个后一代 成为新的继续发展 任何生命体将来都会死 不过它死之前 它会长出后一代 后一代又再生出来 生完又生 生完又生 一经就有一句话 叫天地之大得月生 生长 这是这个宇宙后面最伟大的道理 那么中国古人叫这种生长的 后面的伟大的道理 这种本体叫天 天就是宇宙后面的创造性的原理 而且中国的儒家就看到 这种天的创造性不但是万物生长的原理 而且它也在人性里面成为人的良知 所以那叫天命之为性 上天在人里面的表达 就是人性 就是人的良知 如果这里我们中国古人也看到 宇宙不单有规律 而且有创造的能力在哪里 当我们看这个宇宙创造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奇怪 万有为什么有创造的动力呢 这个创造性从何而来 然后还有就是 那个创造性 它如果是人性的根源的话 人性是有情的 人有性情的 人的善是人的他的情 他的位格 或者他的性情 位格英文是personality 就是人是有他的人格 或者有他的一种性情 如果天作为人的位格 人的性情的根源的话 天也不可以没有性情 所以孟子说 乃若其情 则可以为善 善是说出来 因为这个情 顺着这个人的情出 就是善 这个情是善的后面的一种 人性跟情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如果人性从天而来 那么天又如何能够无情呢 所以中国治国也知道 万物后面是最后那个天 这个真理是有情的 它有公义 也有慈爱 所以中国人 无论你信不信什么宗教 总会觉得有天的存在 在电视剧里面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 所以说 这个坏人影的时候 好人说 好 现在我没办法对付你 不过等着看 天会对付你的 为什么天会对付坏人呢 中国人早就知道 天是有公义的 而且天上万物 它是有种爱在里面的 所以原来中国古人根本就认为 天是有情的 它不只是一个无情的创造力 它同时是有性情 有爱在里面 这种的经验 我自己也经验过 我刚才讲的每一种经验 都是我自己不但读书知道 而且我是修出来的 我通过修的过程 空的境界 道的境界 道的境界 道天的境界 我都经验过 但是当我到一种体会到 天的无尽的力量 就在我生命里面 的力量是同一个东西 宇宙万有跟我是同为一体的时候 我就发现 原来我体会到宇宙最后 是有一种伟大的爱在哪里 有一种伟大的慈悲在哪里 那么这种伟大的爱和慈悲是什么呢 原来我们中国古人都知道 是三弟 三弟不是只是外国全世界的名字 是我们十三经里面常常提到三弟 中国的天堂 如果你到北京看看 它最关键正统宗教所信的 就是还天三弟 在天堂里面有个牌子 就是还天三弟 而且里面没有偶像的 原来我们祖先是信一个 非偶像性的超越一切的三弟 那么所以我们从不同的哲学 与从从人生的境界 一直到一个三弟的境界 我们知道有伟大的 最后的有性情的真理 但是如果有性情的真理 他真的存在的话 他应该会主动来找寻人类的 三弟真的存在的话 他一定会告诉我们 是他创造我们 他会对我们有启示 而三弟的启示呢 是也包括他的救赎在哪里 那三弟有没有对人要启示 有救赎呢 当我开始练功到这个地步 也收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我才发现 一切的功或者各种的哲学 到这里是尽头了 因为从人的思考到这里到最后了 你不能再三 如果真的有三弟 我也没办法练功通到他哪里 因为他是超过宇宙的 练功只能够通到宇宙里面 跟宇宙的能力同为一体 而这个能力是三弟创造的能力 而不是三弟本身 三弟的性情 他的爱是超过一切的 人没办法从我们这边通到他哪里 而且我们也有很多罪过 如果没有捷径的话 我们是不能跟圣洁的真神联系 而当我研究这个问题到这个地步了 我开始发现 原来就只有基督教是特别提到 这个性情的真理 最后了三弟主动来到人间 跟人来会面 那就是耶稣基督 而且还有他整个圣经的启示 都是三弟下来 跟人类走在一起 跟人类建立关系 和人类同走的过程 来让人知道三弟是知道人类的苦难 而且愿意转化人类的苦难 让人从罪过里面得到欢束 而走出一个新的生命出来 而我发现原来 所有的旧业圣经都预言到未来的旧主 而这个旧主真的来临 这是耶稣基督 当我开始研究耶稣基督 发现他的能力 这是三弟的能力 有关他的记载 从这个历史的研究来说 是非常可靠的 是真实目击证人的记载 而那时候的人亲眼看到他用五饼 喂饱五千人 他能够就死人复活 他是三弟的大人在他身上出现 他是神自己来到人间 而他就是他自己所说的 他是道路真理生命 谁都觉得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他是父亲宇宙的亲情 主动来到人间 建立的一条道路 让人可以通到三弟那里 而他通过丁实在实际下 把人类的痛苦承担 让人知道原来你受苦不是孤单的 因为他跟你共同面对 然后他也通过他痛苦 来宽恕我们的罪过 我们的罪应该叫刑罚 他取代了 然后他以实际下的痛苦 来把我们苦罪都取代 之后他死而复活 他复活就是 他死是把苦罪带到死亡 但是他复活就是 让苦罪最后转化成为一个新的可能性 新的生命 让人可以直接和三弟沟通 而这个时候 人就进到一种和三弟 有深入的感通跟亲情的关系 而得到非常大的喜乐 而我当我投进 凭信心投进 这位耶稣基督所打开这条道路 我投进三弟里面 原来我发现这是真的 我可以通过耶稣基督 直接和三弟沟通 而达到一种跟三弟互为内在的 非常大的喜乐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的一条心 看的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监独 有一条心 的一条心 主持人 未经许多